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非常简单简约的小手袋的编织方法 这里我还是以小样的为例,给大家做演示 这一款非常简单,大家可以购一个大号 然后出去购物的时候可以背着用 那下面我们开始 那看一下它这个编织的规律 这个花形非常简单 四针为一组 所以大家在起针的时候呢 起这个辫子针的时候就起四的倍数 大家可以四十针,六十针,八十针 或者只要是四的倍数就可以 我这里呢是一个小样 所以起的是二十四个辫子针 包底的话就不用加针了啊 包底直接就不用加针 勾完两圈短针,直接勾薄身 我这一款呢是用的青纹的线 它这个坚挺度还是比较硬的啊 比这种五虎的奶棉线 要挺破一点 那下面呢我以二十个辫子针为例 给大家做演示啊 切好针数之后 然后捏住第二十针 就捏住最后一针啊 再勾一个起立针 还是在摆回第二十针里 勾短针 全部勾短针 然后大家一直勾到还剩下最后一针 好了勾到了它剩下最后一个辫子啊 大家在这个最后一个里勾出两个短针来 其中这一个短针呢就是这一侧的 一共是二十个短针 然后另一个短针呢是另一侧的第一针是吧 然后对应的对面哈 我们把它勾过来 这是第二针 然后一次往下勾 然后大家一次把它勾完 起了二十个辫子针 然后这一侧勾了二十个短针 那这一侧呢我们也要勾二十个短针 不加针哈 两侧都不要加针 勾到最后哈 大家看一下 最后我们在第一针里哈 还是勾出一个来 一共是二十个哈 这一侧勾了二十个短针 这一侧也是勾了二十个 一共是四十个短针 在第一针里 大家看一下 在第一针里调这两个辫子哈 然后勾一个引拔针 第一圈呢 这个包底的第一圈就勾好了 然后开始勾 第二圈 先做一个起立针 还是在引拔针的这里 勾出一个短针来 这一圈呢 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全部勾短针 大家一直勾到最后 这里勾到最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第一针里 做一个引拔针 这里呢 如果是新手的话 大家可以从这个第一针里做上一个记号扣 因为这里呢 看一下哈 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三个辫子哈 其中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呢 是第一圈 这个是第一圈的引拔针 这个小的是起立针 那这一针呢 它是第一个短针 所以大家说 这个引拔针在哪引拔呀 就是在这里啊 之前呢 一直没给大家说过啊 有考虑到新手 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圈的引拔针 这是第二圈的起立针 第二圈的第一针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第一个短针上 勾一个引拔针 稍微的拉紧一点啊 好了 第二圈也勾置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开始勾置这个包身 包身的话 先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这绕线 在第二针里 勾一个长针 继续勾两个辫子 对应的下面 也是空两个针目 一二 在第三针里 勾一个长针 勾针到现在 在第四针里 再勾一个长针 这就是第二 这个包身的勾法哈 然后两辫子 空两针 两辫子 下面对应空两针 然后 一次勾出 两个长针 就这样重复的勾置 空两针 空长针 一二 在这里 好了 大家把剩下的勾完 勾到的最后 还剩了两个 好 剩了两个针目 直接就勾两个锁针 过渡过来 找到起立针 第三个辫子 这里 第三个辫子上 勾一个引发针 这是包身的第一圈 看一下第二圈 还是一 一二三 三个辫子作为一个长针 然后第二个长针上面 还是勾长针 还是两个辫子 长针上面继续勾长针 两辫子 两辫子 勾两个长针 就是还是第一圈的勾法 两个长针 两个辫子 大家把它勾完 最后呢 一眼是两个辫子 在起立针 第三个辫子上 做一个引发 结束 好了 这是包身的第二圈 那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 也是非常简单 大家一个起立针 然后还是在引发针的 这个三辫子上 再勾一个短针 这一圈呢 全部勾短针 长针上面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上 勾两个短针 长针上面勾短针 全部勾短针 辫子上勾两个短针 大家勾完这一圈 再勾第四圈 也是不加不紧的勾 两圈 再不加不紧勾一圈 这个短针 勾完第四圈呢 大家就是这一组花形呢 就勾完了 四圈为一组啊 然后下面呢 又开始重复这个 一二三四 又开始重复这四圈的勾法 那第五圈呢 又开始重复这个 长针了 三辫子 做一个长针 继继续勾一个长针 两个辫子 空两针 勾两个长针 两个辫子 空两针 那往后呢 就是一直重复这样的勾法 勾完 这一圈 勾完这一圈之后 再勾一圈 两长针 两辫子 两长针 然后再重复 勾两圈的短针 就这样 一直往上勾 勾到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啊 大家把它自己完成 那不会的呢 可以倒回来看一下 这是重复一二三四的勾法 这里呢 我勾出了三组花形 然后呢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高度的需要 继续往上勾哈 如果你勾大包的话 然后呢 把这个线减凉之后呢 开始勾追这个包带 包带呢 是两根 两针 大家也可以选择勾一根的哈 这里这里 两侧 直接过来的一根 看一下这个包带的勾法 大家把这个包包呢 对折 停铺一下哈 然后找到 离这一侧近的一组花形 离这一侧近的一组花形 这里呢 因为是小包 我就挑了三针 大家就是勾大的话 可以挑四针 看一下 看一下 上面的 就是长针上面啊 我们勾出 我们从 两个长针中间哈 勾三个 先勾出一个奇迪针 勾一个短针 这里呢 我还是勾三个短针 就是勾出三个短针来 二 三 三个短针勾完呢 一个辫子 反过来 就继续这样 勾三个短针 继续一个辫子 反过来 三个短针 大家就是按照这个 勾出方法 一直勾到这个 需要的这个长度啊 大家看一下 勾到适合的长度呢 就是来回往反的这样 片支的 片勾的 这个短针 我这里呢 就勾这个长度就可以 大家把它放到这个另一侧花形这里 差不多 就是三针的位置啊 这样 这样的哈 然后把它这样 铺在上面 如果大家 不愿意把它勾上去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线剪掉 缝在上面 然后这是两个长针上面 差不多就是三针的位置 就可以三个短针 因为我这个是小的哈 勾了三针 大家就可以勾 如果勾大包的话 就挑四针 把它线勾过来 勾一个电子针 继续 再穿到这个 这里面啊 第一针里 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第二针 穿到第二针里 也是勾一个引拔针 第三针 勾一个引拔针 在第四针里 继续再勾一个 勾一个引拔针 先拉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包带呢 就这样固定了 上面 看一下 大家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啊 从这里 从这一侧 再挑出三针来 我这里是挑三针啊 大家就是根据大小 就挑啊 挑三针 然后勾过来 继续把这一侧固定在上面 那这个包包呢 就全部勾置完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